但年四五月月是這個北歐微露刷收的規則 隨電電視台又用這個電波的方式 來看這個微露刷收過程 引起正人討論 就專家正位說看這個台主人平靜 所不變化為民 所受暗大心靈的效果 而且這個節目已經連續做五年了 Moose will continue to migrate north each year gi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live on TV 每次到外國人含熱天要燒熱時 北極空的露刷就會在草地 開始大沙灘 他們曾經過像哪含鵬 不是讓我們直播想不到的驚喜 隨電電視台的沿路是放三十台 遙控碟壓機 露刷一天二十四點鐘每一個行動 完全都沒有正過給大家看 結果大家是有夠愛看 今年就已經看一千兩百萬點鐘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 製作單位是發言說這個大沙灘的山頂上的節目 合起來已經變成一種出文化 去老人討論的力量也很多 專家說這張向教做十萬電視的節目 看起來沒了 但剛好是這麼多緊張刺客的節目 電動變有另外一種出味 總管理說萬電視是剛好跟現代人 牽的那種慢慢生外的感覚起來 可能就是以受歡迎的原因 公司新聞長輝民便宜